天气太热了,很多人喜欢吃冰箱里的冷藏食物,或和冰镇饮料,尤其中老年人肠胃功能较弱,过多的食用能饮或过冷食物,亦造成为粘膜损伤,还影响消化,吸收功能,甚至患上冰箱病。 4种冰箱病要警惕,冰箱头痛,刚从冰箱冷冻室取出的食品,如果力气进食,加明显刺激口腔棉膜,反射性地引起头部血管痉挛,产生头晕,头痛,恶心等一系列症状。 冰箱肺炎,冰箱如果平时不经常清洗,冷冻机的排气口可蒸发起处,很容易繁殖真菌,过敏性体质症或儿童吸入这种带军的空气后,很容易出现咳嗽,胸痛,寒炸,发热,胸闷,气喘等症状。 临床上称之为冰箱肺炎,冰箱肺炎,大量摄入冰箱内的冷藏或冷冻食物,未尝在受到强烈的低温刺激后,又发烧负战发性脚痛和呕吐等症状,称之为冰箱肺炎。 冰箱肺炎,有一种细菌名为胰二酸氏菌,它广泛存在于猪、狗、猫、牛、马、羊、兔、鸽的动物体内。 如果使用储存于冰箱中的上述食品时,微充分加热,就很容易引起冰箱肠炎,导致腹痛、腹泻、呕吐等病症发生。 怎样预防冰箱病? 虽然有冰箱病的威胁,但尤其在夏天很多食物还要靠冰箱保鲜,除和在使用冰箱的同时,有效避免冰箱病。 尽量吃新鲜食物,冰箱不要长时间存放食物, 尤其是一些蔬菜类建议不超过三天,如果食物已经腐败,立即丢弃,以免它污染其他的食物。 冰箱定期清洗消毒,夏季每周一次,其他季节每月至少一次,可用0.5%的漂白粉擦洗,然后擦进即可。 不要把冰箱塞到满满当当,留一些空隙保证冷空气流动,另外尽量减少开冰箱次数,缩短开门时间。 冰箱内生熟食物分开放置,尤其是蔬菜,最好密封保存。 这样储存时间久,还能避免交叉感染。 别把奶粉存冰箱。 奶粉在冰箱中长期保存,急易受超,结块,变质,从而影响新鲜度。 只要放在通风,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。 最后提醒大家,用久了的冰箱最好经常测一下温度,保证冷藏是在4度左右,冷冻是在零下18度左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